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奶妈吧 也不能饿着孩子呀 咱们那点钱还不知道怎么花呢 哪有这个闲钱呀 我去想办法 大少奶奶 要不就拿我的月钱去请奶妈吧 我不要钱了 只要有饭吃就行了 那哪行啊 小翠儿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这些年我早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小翠儿啊 你的钱可是万万不能用的 这么大一个家 怎么也能挤出点钱吧 好 娘 到了 走 撕了吧 嗯 快 走 走 有点 快 我帅哥 你跟我来 快走 滑娟儿 咱们得好好打扫打扫 万一三鹅回来了 看见还有点人气 知道咱们在找她呀 娘 来 看到这些 我就觉得 像是三额母女还在眼前似的 娘 咱不说这个了 大姐 你买风筝吗 不买 大姐 买风筝吗 大冷天的 我可不买这玩意儿 这位大姐 你买风筝吗 你不要 娘 娘 我出去一下 我过去的几个同僚来御风了 我想去会会他们 那你去吧 来 三额 别打了 老爷 我将你嘴硬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将你嘴硬 你把帽子还给我 老爷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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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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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拿你帽子 你把帽子还给我 老爷 别打了 谁在偷我的帽子 他就是下场 老爷 老爷 你跑 我没拿你帽子 你还跑你 我真没打着帽子 你 别打住 你别跑 这孙子 老这么闹 二少爷 您快劝劝老爷吧 再这么脑洞下去 我怕他身子受不了啊 别 我可管不了 他现在六亲不认 打死你 你瞧 我这条腿就是他打折的 徐夫大人 徐夫大人 您的帽子在这儿呢 帽子 乌纱帽 乌纱帽 来 你 好好好 睡本官 半官 来 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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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升堂 快 升堂 带刺客黄泉 带 带 带黄泉 桑娥 来坐吧 这一年多 你都是在哪儿过的 当初 我娘死了以后 杨家的小院 就被他们封了 我在逃跑的路上 晕倒了 谁会想到 居然是林妹春救了我 从那以后 我就隐姓埋名 以卖风筝为舍 三恶 你受苦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和你黄泉哥 找你找的好苦啊 那黄泉哥现在还好吗 好好好 快坐下 他从县里逃出来以后 革命军就来了 大清也完了 新政府也成立了 还好 你黄泉哥的朋友啊 是个军官 就把他举捐到刘厅长那儿 当副官了 只要黄泉哥好 我就放心了 三恶啊 这次回来你就不要走了 和我们住在一起吧 黄泉哥 您的心意我明白 可是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跟你们在一起 为什么 黄妈妈 我要先走了 我不让你走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 为什么要走呢 你知道不知道 我和黄泉多想你啊 再说 黄泉一会儿就回来了 黄妈妈 我看我还是 不要见黄泉哥的好 三恶 你以为她会嫌弃你吗 她说 她要是这辈子找不到你 她就终身不娶啊 三恶 三恶 两两两三恶 三恶 三恶 那边 你等他们犯了 你快要 bottig了 你让我走 那个草案 那儿 好 这个引起来 带你或是 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你管得着吗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 你的钱 说 你的钱你早败完了 这 怎么 你嫌我 花你儿子的钱吧 依我看啊 你自己想清楚是不是你的种 是吧 你 别把孩子辛辛苦苦养大了 到头来自己戴了绿帽子都不知道 你怎么说出这样子 站住 他们关的东西拿出来 谁怕 我 我 我打死你 爹 我 算了 别跟他生气 不好了 致富大人打人了 打死你这个畜生 大人打人了 三额 现在告状跟过去不一样了 告状既不用击鼓也不用下跪 走 咱们进去 让我们掌握 过去 把你带上去 我带上去 你带上去 你带上去 这位 要是 你带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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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 你带上去 你带上去 有什么事 你带上去 你带上去 是前朝留下来的冤案 那你的诉状呢 小三额 我问你话呢 你牙巴呀 三额 你先出去吧 庞副官 他真是个牙巴呀 这告状的人一句话也不说 那你说我这案子我怎么解 我怎么判 他这也是告状告怕 您不妨看看这个 自然就会明白了 这上面还有前清府衙的笔录 您刚刚上任就能接这个案子 这可是您赢取民心的好机会 这话怎么说 杨三额告状的事在民间影响极大 前几次告状 接引前清朝廷的腐败 他无处申冤 百姓对此怨恨极深 这次您刚刚上任就能查办此案 为杨三额申冤 必能赢得民心 为北洋军政府树立威望 好 传令下去 明天我们就去御坊查办此案 是 家属睡了 睡了 你还在为你二弟的事发愁啊 当初爹呀就应该一棍子把他打死 你看现在他除了在家吃闲饭吧 还堵上了 如今爹又病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家更没人能管他了 他要再这么堵下去啊 我看这乡下的地都得卖光了 那可不行 这一大家子人 还指望这块地养活呢 这就叫做养虎为患 当初你们就应该把他送到大牢里去法办 这要衙门再来抓人 我说什么也不管他 这都什么年月了 现在没有衙门了 都改什么检察院了 三额 刘厅长 他很重视你的案子 他明天将会亲自到玉峰查办此案 真的 真的 三额 你要相信新政府 相信我 现在的新政府 跟过去的前清朝廷不一样了 现在的新政府是为民办事的 这一次 一定要让林媚春上堂作证 你明白吗 三额 梅二叔 二爷 您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呢 怎么了 杨三额的事在外面都传开了 杨三额又把你给告了 你还在这儿喝酒呢 都告到北洋军政府的检察厅 厅长已经到玉峰了 他还没死啊 可不他们马上就要查办你了 这打字也太大了 不管到了什么时候 敢告二爷 他休想告到我 来 来来来 那我可就不管你了 敢告二爷那怎么行啊 来 喝酒 刘厅长 刘夫人 办案期间 您二位就住这儿吧 后院 我已经派人打扫过了 夫人 你看哪 我觉得挺好的 只是这前卿的东西都还留着啊 对 黄副官 派人把这牌子给我占了 前卿的东西一耳不留 是 二少爷 你别烦了 别烦了 你跟我少说废话吧 提起给我 老爷说了 这地基谁也不能动啊 老爷现在已经疯了 你别跟我提他 我告诉你 现在高家我输了算 这这这 我可做不了主 要不我找大少爷商量 你问那个窝囊费干什么 给我 二少爷 你 你国真要卖地 那老爷子能卖 我凭什么不能卖啊 咱们高家就全凭这点地了 你要把地卖了 我们高家可就没有活路了 你少跟我说废话 把地基拿出来 不行不行啊 二少爷 冻血 我打死你 好好好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这次你一定要上堂作证 只有这样三额的官司才能告赢 不 你别再跟我提高家的事了 可现在的高家已经不是过去的高家了 你不要害怕 高家已经把我的一切都毁了 我只想离他们远一点 不是高家 不是高家害了你 是高城栋害了你 你难道就不恨他吗 我恨 我当然恨 我恨死他了 他害死了杨二娥 又害死了洪姐 吴县明也是被他杀死的 可 可他现在还活着 还在逍遥法外 你难道就不希望他被政府法办吗 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那 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前卿王朝已经亡了 现在的新政府跟过去的不一样 你只要肯上堂作证 新政府会保护你的 你相信我 高城栋一定会被判死刑的 我不知道什么是新政府 我只想好好地活着 林美春 人活着是为了一口气 你这样忍气吞声地活着 有什么意思呢 大少爷不好了 二少爷把地契给抢走了 什么 二少爷说杨三娥又告状了 他要把乡下的地卖掉 给什么厅长大人送礼 这个杨三娥又告状了 大少爷 那个什么新政府检察厅的人来了 说是杨二娥的案子 又要重审 重审 你就是高城栋 在下正事 明天才开厅呢 你现在来干嘛 有事吗 刘厅长 这杨三娥告我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是她每次都没有告成过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根本就是诬告我 诬告不诬告 不用你来告诉我 杨三娥之所以躲刺告不下来你 那是因为满井政府太腐败 现在是北洋郡政府 北洋郡政府就是兵贡执法 为老百姓办事 刘厅长 告成东 现在不是大清朝了 是北洋郡政府 北洋郡政府可不斥你这套 你给我拿回去 刘厅长 政府不政府的我高城栋不懂 但是我知道 人得活着 还得过好日子是吧 不管是历朝历代 没有一个人跟钱过不去 你说是不是 刘厅长 杨三娥这次啊 他也是诬告我 您明天在堂上 您就知道了 您说对吧 您是个爽快人 您这朋友我是交定了 我们现在说的是案子的事 缴朋友的事嘛 我们以后再说 行 我知道咱俩早晚得是朋友 那我先告辞了 明天咱们躺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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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黄泉哥 三个 怎么不认识我了 高成栋 你就是烧朝辉我也认识你 你看 姐夫来看看你 你也不让姐夫进去坐会 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怎么了 我来看看你啊 我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 挺好吧 我看 你倒是过得不怎么样 笑话 我告诉你 高家现在我说了算 你说我能过得不好吗 而且我是越过越好 只是你啊 我觉得你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杨家人都死光了 你怎么还不长畸形啊你 我告诉你 刘厅长那边 我已经把银票递过去了 这个世道是变了 可是人他是不会变的 厉朝历朝历代当官的 他都喜欢钱 我看啊 三个 告状这条心 你就死了吧 夫人 你说这个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好不容易才挡上这个棍 而且我想做个庆官 你看一上来吧 就碰见这个事 你不是又想当清官 又想要钱吗 对不对 对嘛 你说受了钱 就不是清官了吗 这现如今 也不是什么大清朝了 这高家的人 也不是什么朝廷命官 你说这一个老百姓说的话 这空口无凭的 谁又能相信他说的话呢 再说了 凭什么收了钱 就不能再替杨三娥申冤了 你不说 谁又能知道呢 还是妇人的主意好啊 妇人 没这个心 夫人 这杨三娥的确是怨 但是告假的签呢 补手白补手 是吧 我明天不想去了 你不去哪 刘厅长审案子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林美春 同意上堂作证 你 你怎么能不去呢 黄泉哥 我不想告了 我真的不想告了 再这么没完没了地告下去 我们杨家人 在地下也不会安生的 三娥 你变了 过去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三娥 哪儿去了 过去那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 以为天理尚存的杨三娥 已经跟着杨家冤死的人 一块儿入土了 三娥 这次一定能告得赢 过去是清政府腐败 如今可是北洋军政府的时代 这一切都不一样了 什么时代我不管 我就是知道 像我们这样的穷人 是不可能告到富人的 三娥 你要相信新政府 相信我 相信新政府的官员 是绝不会受贿的 黄泉哥 你想得太简单了 你知道吗 就在刚才 高成栋来找我 他就明着告诉我 他又给刘厅长送钱了 三娥 你不要担心 我这就去找刘厅长探探口风 如果他真的收了高成栋的汇银 胆敢寻私枉法 我就到上面去告他 这可是开除军籍的罪名 我量他也没这个胆量 怎么着 大哥 找我有事 高成栋 二弟 我这是最后一次找你了 你以为你二弟回不来了 我不管你回得来回不来 总之 我要跟你分家过 你说你要分家呀 爹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了 你说这家怎么分呢 你去问他 看他怎么说 用不着去问爹 祖上有这个规矩 我们就该按规矩办 我问你 是不是卖地了 卖了 卖了多少 都卖了 什么 你把咱们高家的地 都给卖了 那 那爹有爹的 还有我的呢 你把他们分成三份 爹由我来养 这个院子要么隔开 要么就卖掉 总之 你我之间互不往来 我跟你说 这个院子它现在就是我的 我说大哥 你要是住在这儿 我不敢你 但想要银子没门 再说爹啊 我看也活不了几天了 等他死了之后 这院子 我看着怎么卖就怎么卖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 为了你我给别人下跪 我真后悔 让天把你从死牢里捞出来 你别把好事都懒得 你一个人是这样好不好 那是我命大福大造福大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高成东 你要是私吞家产 我马上去告你 就你的小样 你还告我 打棺子我是在行的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上 还没有人能够告导我高成东 你不信你试试 高成东 你这个无赖你 厅长 夫人 黄副官啊 你看 你真的是太客气了 哪里哪里 我过来看看厅长和夫人 在这里住不住得怪 谢谢啊 那你先坐 我去叫他去啊 文彪 文彪 黄副官来了 黄副官来了 来来坐坐坐 那你们先聊着 我先进去了啊 好好好 请坐 来坐坐坐 黄副官 今天来有骂事吗 厅长 明天就要开庭了 您看 您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尽管吩咐我去做 明天的案子不用急 那个案子是庆庆出处 明明白白 我心里有数 那就好 我还以为 您会一时糊涂呢 我怎么会糊涂呢 你跟我说说 做官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像您现在这个位置 要想继续往上升 那可是前途无量 千万别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耽误了您的前程 黄副官 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我的事不用你提醒我 我知道该怎么办 杨二娥一案在民间影响极大 不瞒您说 现如今有几家报社的记者 在跟踪报道此案 到时候 大报小报将会把消息刊登出来 如果不秉公办理 恐怕很难面对社会舆论吧 黄泉 你给我想明白 你现在只是个副官 你管他宽了点吧 这好好的怎么就吵起来了 这小子管得也太宽了 人家也是为您好 你看 黄副官 你坐啊 黄副官 黄副官 这件事情 就算是文彪糊涂 我也不会让他糊涂的 明天开庭 我们会给杨三娥一个满意的说法 你就放心吧 那好 夫人 那我先告辞了 我送了 刘文彪的太太 是个再精明不过的人 她如今也知道 省城有几家报社的记者 在跟踪报道此案 她刘文彪 如果敢不秉公处理 我相信 单是社会舆论这一点 也会让她当不成这个官 再说了 她也不会为了这一点银子 连自己的前途都不考虑了 这一次 不论官司输赢 其实我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反正 这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什么了 燦娥 你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再失去任何东西了 今天 北阳郡政府 河北检察厅 在预奉 看神杨二娥的死案 把一份搞成洞搞靖堂 押上来 带一份高成洞 高靖堂 站住 站住 我们不要先走了 不要先走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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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跟我说清楚 你把我拉到这儿来干什么 你说呀 你把我拉到这儿来干什么 不是来找折子的吗 你别说了 等大人帮忙案子 我带你找折子 你得帮我找折子 行了行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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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大人 带原告杨三娥 证人林媚春 他们是来送折子的吗 别说话 这外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都是骂人啊 听着 这外面都是一些围观的群众和记者 让他们进来吧 是 让他们进来 好 打工 好 打工 看看 快 快 看看 走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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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坐 回头 慢慢地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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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公园 刚才林媚春所说 想必你已经挺得一请二厨了 现在本庭问你 你是否认罪 我当然不认 你为骂不认 我何罪之有啊大人 大人 我没罪啊 您可是一清二楚啊 你不承认有罪 自然是因为 我以为你没有杀杨儿鹅 是吗 刘厅长明见 我饿了 回去 邓大人审完了案子 我带你回去吃饭去 别当 你个逆子 口家就毁在你手里了 我要知道有今天 我早把你打入死牢 我们高家就毁在你的手里 我要让你掉脑袋 给杨儿鹅长命 大人 你千万不要听他的 家父受了点刺激 他说的全都是疯狂 你个住口不如的东西 我一辈子的清廉 就毁在你的手里 我 我打死你这个没天良的东西 把高敬堂给我拉下去 是 你 你们 厅长大人 高敬堂他 所说句句属实 谁说的是真话 我心里边明白 高敬堂 本廷现在问你 致服须倩 省唐神案的时候 你可是自己承认了 你杀死了杨儿鹅 刘厅长 我那是驱打成招啊 那曲谦用的是最狠毒的刑罚 我是被逼的 那为什么 搞敬堂 省为止服以后 你又没罪了 刘厅长 知府的儿子 怎么会是杀人凶手呢 这点是死的 就是 这儿子 就是 谁也不凶手 都有可能 就是 好可怕 真是 好可怕 好 该问的我都温庆庆庆 想必二位也都听清楚 我现在就来宣布 对这个案子的审判结果 厅长大人 您一定要替杨儿鹅申冤啊 您一定要替杨家做主啊 杨三鹅为了告状 她的家只剩她一个人了 告成动 她是十恶不赦 你给我闭嘴 这案子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大家听着 本庭 现在宣布 杨二鹅致死 一案的审判结果 告成动 杀害了弃子杨二鹅 经过本庭的调查 证据确凿 然 告成动作案之后 埋通了灌服 隐瞒罪行 而且 电倒失费 现 本庭决定 对傻人凶犯 告成动 要恕罪并罚 执行 抢决 刘厅长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大胆 我是河北检察厅的艇长 在大堂纸上 我跟您开骂玩笑 连您的老爹都说你改死 难道你不改死吗 好你个姓刘 拿了我的钱 你还敢黑我呢 来来来呀 把他给我拉下去 立即抢决 是 走 走 放开我 姓刘大 二弟 不 感谢 感谢卿天大老爷 诸位 现在休停 周天长 这是个大清官的 清官 来 坐一趟 好 看这儿 照一趟 好样的 梁天长 让我们进去吧 让我们进去一下 我们去采访一下刘厅长 进来 各位 对不起啊 今天厅长那人还有公事 让我们今天采访一下 请各位改日再来了 让我们采访一下 我说你这是干吗呀 坐下歇会吧 夫人 这外头怎么这么多记者呀 你呀 现在出了名了 知道吗 北洋政府检察厅厅长刘文彪 秉公断案 为民女杨三姐申冤 还把那个凶手高城洞啊 就地正法了 这个消息啊 可是今天报纸的头条啊 你现在呀 成了北洋政府 清明廉洁的代言人了 可是夫人 我这心里啊 一直不踏实 不就是因为那一万两银票吗 是啊 我现在后悔鸡了 你说当时我要不收他那一万两银票呢 那我这个英雄 做得是正正当当的 现在我总觉得有点窝信呢 你要是真的觉得窝信啊 咱就把那钱给他送回去 那样的话你就真成英雄了 反正呢 咱家也不缺那点钱 文彪 我相信你一定会飞黄腾打的 黄副官 把这张银票给人家送回去 这 您不要了 不要了 我看也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人会追查的 没有人追查 我也不能要 要了这张银票 我心里不踏实 听我的 给人家送回去吧 我要踏踏实实地 做庆官 是 我踏实实地 给人家送回去 我来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这是高城栋贿赂刘厅长的银票 厅长让我送回来 他说他原本就不打算收的 谢谢啊 这银子真是救了我们高家的命啊 现在二弟刚刚死了 我父亲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 天天都得吃药 这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啊 谢谢 谢谢啊 小少爷好吧 挺好的 家书啊 家书好啊 我就是希望他长大了以后 不再做我们高家的人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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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